本节目由中华民国花狼协会企划制作 艺术新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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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t Solo 正在热烈朝上中 哈喽 欢迎收听艺术新鲜Art Type A Life Talk 我是主持人王维轩Vivi 那今天这一集呢 跟下一集我们将带给各位 在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最新报道 那以香港巴塞尔艺术展跟Art Central为中心的 香港艺术周久在上个礼拜六结束了 这次的展会呢 吸引了世界各地的艺术爱好者 趁此良机汇集到香港 大家都对这个巴塞尔展览 还有好不容易慢慢地脱离疫情的艺术制度 都充满了期待 那巴塞尔艺术展呢 一直都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国际艺术博览会哦 迄今已经有超过40年的历史 第一届是在1970年的瑞士举办的 那在2002年他们到了美国的迈阿密 在2013年呢 在香港展开了第一届的巴塞尔艺术展 那么这次的巴塞尔艺术展呢 也是从2019年以来最大的展览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 为大型艺术创作而设的艺术空间 也是在疫情之后首次回归 那在展会的前夕 香港巴塞尔艺术展的新任总监就表示了 今年最大的期待就是把作东的角色做好 让艺术观众们都对香港有新的体验 今后的工作重点呢 是把亚洲的艺术推向西方市场 那这次的香港巴塞尔艺术展呢 共有来自32个不同国家和地区 总共有177间的画廊参与 很多大会特别的策展 也在这一届一起回归哦 像是一些大型装置作品的艺术空间 真门为主题是各展而设的策展角落 以及免费开放大众参与的讲座系列 与巴塞尔艺术展对话 还有多媒体放映会的观映现场 都热情展开 那我们接下来这两集的内容呢 我们专访到了台湾参展的画廊 还有其他地区参展的画廊 大家都非常慷慨地分享了 这次他们在展会期间的一些观察 那我们首先呢 就先访问到了 尊才艺术中心的负责人 同时也是中华民国画廊协会的 副理事长陈静怡女士 大家一起来听听看 他对这次的展会有什么样的观察吧 那我们现在来到尊才的展位了 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嘛 诶 副理事长好 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 那我们现在在尊才的展位 您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您这是带来什么样的作品呢 今年真的很高兴 因为这是疫情之后 阿巴塞尔他重新再回归开幕了 那从第一天3月21号的开幕 大家可以体会到 哇 这真的是来势汹汹的一个开幕 盛况非常 那几乎很多的老客户啦 或是很多中国的私人美术馆 非常多的台湾的长家 都一起来到了香港阿巴塞尔上 来共同来欣赏这个最大的一个盛会 那当然今年可以看得到 非常多的民众 其实他们等于是 重新再回到了阿巴塞尔的这个现场 充满着新鲜感 也充满着好像很兴奋的那种心情来参观 然后同时选购自己的艺术品 所以在第一天的开幕的时候 几乎各家画廊都是非常高兴 都拥有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我也是非常高兴说 我们在今年的开幕的时候 就有非常好的一个成果 是 那今年在展场上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观察 可以跟大家分享 跟往年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想说因为以往我们 阿巴塞尔在疫情之前的时候 当然很多人已经习惯了说 阿巴塞尔它的整个展览形式 跟购买的形式 那因为经历了这个三年疫情的一个阻隔 所以像大家在重新来到了这个艺博会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好像有重新在习惯的时候 这个艺博会的一个步调 可能 哇 艺术品非常的多 然后或者人潮非常的急 那有很多画廊卖的速度非常的快 这可能是很多人在这一次里面 可能感受到说 觉得需要慢慢去适应的 比如说有很多的客人看了 他觉得需要再考虑 可是再回来的时候都早就都卖掉了 那也有很多客人跟我反映说 今年很多画廊成交速度都太快了 所以如果今年动作没有快一点的话 很多你自己觉得很有动性的作品 可能都买不到 那这今年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因为人潮实在是过多 加上我觉得有非常大的一个民众 都来自于中国的长家 所以我觉得可能各个画廊 在今年其实也应该是非常忙碌 但是也忙的是非常开心的 哇 第一间真彩艺术中心的 陈静怡副理事长跟我们的分享 我们就可以知道 可能大家都关非常久了 所以说成交的速度真的是非常的快 那在第一天的VIP日呢 就可以感觉到非常多的 贵宾就涌入的现场 所以剧文在开幕的那天 就有非常好的成果 那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一样 是一间来自于台湾的索卡画廊 那访问到的是创办人 肖副元先生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他对这次的巴塞尔 有什么样的想法 那创办人也非常慷慨 跟我们分享了 在多次参加巴塞尔艺术展 展间之间的一些变化 跟他们当初申请参展的一些心得 我们是1992年创始于台南 然后在1996年的时候 就去台北 我们有一小阵子 在97年我们在台中也有化 那后来就我们去了北京 所以就把台中这个都缩掉 我们是2001年到了北京 那北京到现在22年 从索卡创立到今年是31年 对我们的历史之间 那主要我们做的是 整个亚洲当代的艺术 我们刚开始做的是 等于是大陆的艺术 92年是做大陆艺术 当然后来我们有做台湾的艺术家 然后到了07年 我们是第一个做东南亚艺术的 东南亚艺术应该是 我们是最早第一家 从07年开始 我们就等于华人是最早做东南亚 那08年我们是做 等于是日韩都有做 所以我们其实就把整个亚洲 全部包裹在里面 简单的介绍是这样 是那索卡艺术其实听起来 就是深更于两地都有 那不知道中国的市场跟台湾的市场 在艺术品或是艺术家的经营策略上 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是现在吗 当然有很大的不同 因为台湾是这样 因为我们台湾我们有两家花廊 一个是台北一个是台南 我们台南重点是做台湾的艺术家 那台北呢 我们是做整个亚洲 那北京 我们北京在798嘛 我们主要是以大陆艺术家为主 然后还有一部分是做 欧美的艺术家 因为我们现在 从差不多15年开始 我们比较伸展到整个世界 但是我们比较重视的是 就是说大陆留学 在海外的艺术家 我们会做这一块 所以我们三个花廊 主要的展览不同 但是不是完全 应该是我说的主要是70%是做这一块 然后有30%会配合 整个地区会做一些不同的跨地区的展览 那索卡已经成立31年了吗 那在中国大陆 其实也有非常深的这个经营的资历 那想要请问您 您怎么看中国的艺术市场呢 其实中国的艺术市场 从我是01年去 然后那时候是没有市场 01年去 我记得我到北京的时候 北京只有两家花廊 只有两家花廊 然后海外我们是第一家进去的 但是中国的艺术的发展 是从03年 就是SARS过后 它整个艺术就开始爆发 它的爆发期是03年开始到08年 就是世界金融风暴 那时候才开始往下走 这一段时间都往上走 那现在我发觉说 其实现在两岸因为政治的因素 所以交流也很少 那两岸的收藏家喜欢的 也都非常的不一样 因为现在比如说在台湾呢 好像大陆艺术家在台湾 现在就很难得到大家的共识 反而像在这种国际的博览会 会比较受重视 台湾好像比较重视的是 日本尤其是日本的艺术家是 大家现在很追求的日本那种 比较平面 然后比较卡通 就是动漫美学的东西 是现在台湾的一些主流吧 然后还有配少数的 那个欧美的艺术家 但是欧美艺术家也是动漫的为主 那还有台湾的艺术家 其实台湾的艺术家 我看在台湾也相对的 比日本艺术家还弱势 那大陆就不一样 大陆因为它幅远广阔 然后可能各地的美院 都有一些不错的艺术家 然后还有大陆有 一大部分的艺术家 读完大学以后 甚至读完高中以后 他们都到国外去留学 所以呢 现在大陆艺术家在美国 像洛杉矶纽纽约 还有伦敦 还有法国 还有巴黎 还有德国 这些都是大陆艺术家 很多在那边 尤其是90后的艺术家 所以这一块呢 慢慢地受到大家的忠视 包括现在很多大的画廊 像什么白立方啊 什么高谷轩啊 这些画廊 也都在做大陆的年轻艺术家 所以大陆年轻艺术家 反而很容易在国际上 大家会知道会注意 那我记得阿巴索 已经经过了几天了嘛 那不知道在展场 不论是场地或是厂家 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 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阿巴索 只有这三年来 等于是前一年 他停止嘛 后两年他就一个小规模 那今年算是全面的开放 大规模的回归 但是今年呢 因为阿巴索我看他最高的时候 就是250家画廊参加嘛 那今年是177家嘛 就等于他恢复差不多三分之二吧 还没有完全恢复 但是我觉得今年有一点像 我们以前的SARS过货的那一个状况 就是一下子可能大家太久了 包括来参观的人 还有市场整个就会有一种 喷出来的那种感觉 所以以我们今年来讲 就是第一天 因为我们阿巴索我们从第一届到现在没有终端过 就是前两年小规模的我们也都参加 我们像去年我们就40平米 我们也参加 今年我们有拿到133平米 也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那今年就一下子就喷出来以后 我觉得是有史以来第一天卖的最多的 卖了18件作品 所以是有史以来卖的最 算是最好的吧 然后卖到现在 已经卖了22件嘛 就是后来一天各卖两件 一共22件作品 那金额也达到将近200万美金嘛 所以我们算是可以的 那因为要进到阿巴索参展这些展商 都会有非常严格的审查机制嘛 那您有这么丰富的参展经验 能不能就是分享给一些 未来可能也想要参与这个展会的人 在送件的标准上 有没有什么小撇步可以跟大家分享 其实阿巴索是这样的 阿巴索的前生是2008年的时候 它是香港艺术博览会的 是那个光头 就是现在的台北当代做的 Meglas做的 那当时我们是受邀参加的 我们不是申请参加 是他到北京来找我 那我们跟我谈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我们就从第一届就参加 那Meglas完以后就被阿巴索收购了嘛 收购以后我们也是从那时候参加 当然阿巴索现在都要写申请表格 那我们就是从等于是延续到现在 没有一年是中断的嘛 我们都是一直参加这个博老会 那现在可能很多新的画廊要加入阿巴索 确实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困难 因为阿巴索每一年 它的场地就是这么大 然后每一年要参加的那个还是有限的 尤其是台湾 台湾的画廊其实就是一个 比较那个的就是 因为台湾都是小画廊巨多 都是个体户的画廊 所以小画廊其实 他本身的那个 不管财力也好 或者是说他整个营运 因为画廊其实门槛很低 其实画廊门槛很低 你就是有一个50万100万台币 就可以开一个画廊 是不是门槛很低 但是要画廊要做好不容易 那阿巴索我觉得他们会看的就是说 第一个 你画廊有没有自己代理的艺术家 不是那种买卖型的画廊 你买卖型的画廊就很难进入阿巴索 买空卖空了 看什么好卖就卖手了 这种就很难很难进 这是第一个 你要有画廊 第二个你在每一年他会看你的展览 你是不是有一些展览 而且你这个展览是比较学术性的 不是那种为了买卖来做的 这样的一个 那第三个 可能你第一次要申请会比较难一点 你可能要不要放弃 对 就多申请几次 然后你一直有持续在做 他们也会看 我觉得我看这一次一日 一日有进来 那这个就是一个观察 有些你进来一次 你第二次你要拿什么东西出来 也很重要 他会连续三次 在那种小空间 然后一个独立个展的空间 完以后才会进入这种 画廊的集垂这种空间 我看台湾还有几家画廊都还在 它有分嘛 整个世界的一个 再来亚洲 再来是各展 其实阿波罗来参观的人可能都不知道 但是其实它有区别的 像亚洲画廊 它还在亚洲的这个区 它其实它是一个有区别 外面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我们看来是有区别的 这个就是你本身 你要真的是要静下心来 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想做一个好的画廊 然后一步一步的这样子做 然后你自己有自己的坚持 然后不要说什么好卖 就去卖什么 当然这个维持自己的生计是一定要的 但是就是说也不要说你做画廊的目的 刚开始就想赚钱 这可能就是一个 你要进入这种国际性的一个聚会里面 确实是不是那么容易 就是不能太投机 对 不是说很多人虽然台湾也有很多画廊 卖得很好 在台湾名气很大 但是他就进不了这个 因为他看你不是你卖得好不好 他看了就是说你是不是有自己代理的艺术家 然后你这个艺术家是不是有学术性 那你也有没有帮他做一些学术的展览 这些都是阿巴索比较考虑的一个方向 对 非常感谢索卡艺术的创办人 萧富源先生的分享 那他也独家分享了一些申请阿巴索的技巧 首先是会先看自己代理的艺术家 然后会看看有没有曾经参与过学术性的展览的经验 再来就是不要气馁 多申请几次主办单位会看到 那我们在展会里面其实也有跟其他画廊聊到啦 如果说这个画廊常常有参与一些国际性的展览的话 那被入选的机会也会相对比较高 那我们接下来访问到的是 也同样来自于台湾的安卓艺术 安卓艺术呢是在2010年成立 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参与巴塞尔这场盛会了 那我们来听听看他在现场上有什么样的观察 那我们现在来到安卓画廊 我们采访到的是他的负责人李先生 请李先生跟大家打个招呼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Andre李振勇 那可以请您跟大家介绍一下安卓画廊吗 安卓是在2010年成立 然后今年算是第13年 然后我们成立以来其实一直定位就是做当代艺术 然后是比较是以亚洲当代艺术为主 然后所以会包含了台湾 然后包含了中国大陆 然后包含了东南亚 菲律宾 然后跟日本等等的这些亚洲地区的艺术家 作为主要的合作的对象 然后也慢慢的加入一些在欧洲地区的艺术家 那目前我们代理跟合作的艺术家已经超过40位 对 然后安卓在前年底2021年底的时候 搬迁到现在的新空间 位在内湖文湖街 20号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空间 那很欢迎大家可以到画廊来参观 是那今年不是安卓画廊第一次参加我们的阿巴搜的活动吗 那能不能请李先生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几天展下来 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观察可以跟大家分享呢 香港巴塞尔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入选 然后一开始我们进到的是亚洲视野展区 就是insight这个展区 那insight我们做了三年 做了三个艺术家的各展 就是石敬华 然后李明哲 然后到石金松 然后后来我们在2020年正式进入了画廊展区 但是2020年就爆发疫情 所以2020年就没有实体展会 一直到去年开始我们有来参展实体 然后去年也是做一个艺术家Marina Cruz的各展 然后今年我们同样是采取各展的策略 然后做的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富饶的各展 那今年应该算是疫情爆发之后 我觉得相对比较接近到疫情前的正常状态的一次展会 但是我想就我自己的观察 包括我们自己 我认为都还是带有一点点比较保守因应的策略 因为其实大家都还没有办法完全确定 今年的整体运作是不是能够完全恢复到疫情前那样的一个盛况 所以多数的展商我觉得带来的作品 感觉这种架上绘画还是占了非常高的比例 跟以往来讲 所以相对来讲 市场可能大家都认为会比较保守看待 但是第一天预展开始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于中国内地非常非常多的庞大数量的受饶家 然后我相信只要是作品是中国厂家可以接受的话 应该这次的销售应该都不会差 应该是都有很不错的成绩 对那我们自己这次的销售是算是非常好 几乎作品从预售到第一天预展 已经几乎是九成作品都全部卖完了 然后只剩下一两件小作品 就是在现场可以再讨论 对那整个巴塞尔今年的状况 我觉得长家的参与度就是很明显在疫情之后 然后刚刚解封之际 内地的长家其实是非常的庞大跟踊跃的来到香港 然后也实际的收藏作品 那反而相对来讲 感觉台湾长家这次的参与相对比较少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这几年的整个不只是疫情的关系 还有两岸的一些氛围的影响吧 所以可能明年我相信台湾的长家 可能会更积极地参与这个巴塞尔的展会 对 那我刚刚有听到其他的展商有提到说 今年在现场有非常多韩国的长家来到现场 你有注意到这样的现象吗 其实不只韩国新加坡的长家 我觉得今年的参与比例都比以往高一点 那感觉可能也是跟去年开始的Freeze Soul 或今年的RSG的举办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有带动这样子的一个现象 我们第一天确实也有两三个韩国长家 有来询问作品 只是他们可能对艺术家不熟 所以他们没有那么快做决定 但是确实韩国长家 我觉得这次在香港的比例 我觉得有比以前更高一点 而且更有互动 那您这次带来的艺术家是来自于哪个国家呢 我们这次展的是一个个展 然后艺术家是一个中国艺术家叫傅饶 但他已经在德国居住超过20年 所以他其实大部分的艺术养成 是同时包含了东方跟西方 然后形成一个自己非常独特的绘画的一个风格 然后他是一个出生于1978年 现在45岁的艺术家 算是进入一个成熟期的阶段 那以长家的询问度来说 就是以中国的长家询问度比较高吗 还是说还有其他国家的长家 以长家的询问度来说 其实因为安卓过往一直主推的是 还是在台湾地区 那富饶在台湾地区的长家 基础已经非常稳固 所以我们其实针对台湾长家 有比较多是在预售就已经完成了 那在会场的部分 当然相对因为这次比较多 中国收藏家的进来 所以在会场的部分 比较多都是针对内地这边的长家 跟香港长家的销售为主 看着艺术的李先生 带来一个比较保守的回答 他觉得大家这次是比较保守的 看待整个展会市场的 虽然说他的作品 在预售跟第一天预展 就卖掉了九成 他还是给予这个比较保守的回答 那他也提到了 他们觉得这次台湾的 长家参与度是比较低 那他也注意到了 韩国的长家在香港的人数 是有变多的 那我们接下来再带大家 去另外一间 也是来自于台湾的 大蔚来林社 他的展位负责人Devi 来听听看他对于 这次的巴塞尔展会 有什么样的观察吧 好 那我们现在来到 大蔚来的展位 这边是我们的负责人Devi 请Devi跟大家打声招呼 大家好 我是Devi 大蔚来林社华郎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您的画廊主要是 有什么样的作品 跟什么样的风格吗 我们这次带来 五位华人的艺术家 以一个抽象的策展主题 来探讨 从吴大宇 陈印皮 陈介仁 赵赵 声亮 来探讨一个华人抽象的 一种发展跟独特的脉络 是 那这次其实已经不是 大蔚来第一次参加阿巴索了吗 有非常丰富的经验 那可以请您跟大家 就是介绍一下说 您觉得这次阿巴索 跟过去以往 在策展或是展会上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我们从第一届就参加了 阿巴索的活动 我觉得巴索就是一个亚洲 最好的一个艺术博物馆会 一直以来都维持非常高的品质 所以这次也跟我们大家预期的一样 所以我们看到了许多来自世界各地 然后亚洲各地的厂家 都来参加这个盛会 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 大家三四年没见面 也都趁这个时候可以 碰碰面 叙叙旧 是 那您在展场 现在已经是倒数第二天了吗 那您看到 今年的长家分布跟去年 或是过去有没有什么 比较大的不同呢 今年长家 我觉得因为疫情的关系 其实这个世界变化蛮大的 但长家的分布 还是跟以往 我觉得差不多 其实都没什么变化 因为毕竟 这个艺术社会的市场 就是 我觉得就是非常的好 到未来林社真的是一个 非常强势的画廊 他已经服侍第一次参加阿巴索了 他从第一届就开始参加 而且没有中断过 他也觉得香港巴塞尔 是亚洲最好的博览会 那就他的观察 他觉得长家的分布跟以往来说 是差不多的 我们在下一集将会陆续访问到 同样是来自于台湾 成都 东京 以及与学术合作的画廊 第一次参加这次的盛会的 讲位负责人 做一些讨论跟专访 欢迎各位在下周三 统一时间 持续关注我们的艺术生仙 阿台北Life Talk 我们下次见啰 拜拜 谢谢大家 我们下周三 到这次了 我们下周三 及时 词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